加入10克西沙糖 拌均匀 加入豆浆 盐 香草精 最后加入沙拉油拌匀 把面粉加进来搅拌均匀 将拌好的面糊分成三份 50克的原味面糊 50克加入质子绿 100克加入红麴粉拌匀 将蛋白倒入钢盆当中 打出大堆的粗泡 加入鸡叉糖 这样就干性发泡 33 33 85 3分 红色的部分混拌一起 混拌之前先拌先拌匀 挖等量蛋白霜的三分之一出来 先跟面糊混在一起 混合好之后将这份面糊 倒回去蛋白霜当中 一定要切拌的方式 先切然后翻转 这样子才不会让你的蛋白霜快速的消泡 用同样的方式把原味面糊跟绿色面糊 也拌合在一起 用小汤匙挖入红色面糊 杯子的一半即可 撒入几颗小蓝莓丁 再抹上一层原味面糊 再抹上一层绿色面糊 8分满即可 炒热好120度的烤箱当中 烘烤30分钟 再调温至130度 烘烤15分钟 再调温到140度 烘烤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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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